因为我们倒讲这个性命双修 所以说把这个身体方面 中医等等这些要多一些课时 就再讲几节 以后呢 有重点 每逢有什么好的机会 咱们再还要这样不断的消化 不断的这个吸收 这个 你说上古的人 一百多岁 实际上 这个有没有比他时间还长 有 历史上这个张三丰 活了 二百多岁 你说不信呢 那反正书上写 历史这个人们也在传 蔡兰宫 那是有记载的 四百岁 什么叫蔡兰宫 他越活 他这个越活越小 到最后他就变成一个小孩了 被人背在篮子里面 蔡兰子里面 那你想他 他子孙的都 上百个了 媳妇有的也 有十几个 因为古代是一七夺妾 我们有机会再讲 这些人物还有很多 我们说现在的吉尼寺世界纪录才 可能才一百多岁吧 没有到二百 但是我们自古 都记下来了 这些人都是特别的一些修炼 通过只有修炼 他们能够长生 但是这个之后 我们也不要担心 有些人英雄 只要他习武之人 他等等 闻死见无死战 只要你求得好死 你这个不管你寿命多久 上天到时候都会给你果位的 有 在我看来有三种 成道的这个方式 我们再讲 这个 这个彭祖八百岁 也是可以参考的 听说他这个生子部 把他这个名给忘了 然后后来 有人 就是 这个问他多大了 这个看着好像不像 这个年代的人 然后他说八百 结果说漏嘴了 被人身体的这个三十神 天地神鬼神 这个天地鬼神 他听到了 暴鬼地府 一叉 我漏了 赶紧回来 然后关于彭祖的这个养生 咱们也挑一节课 讲一讲 这个 我们说 自古 高寿者 长寿者 十有八九 在松道 为什么他们能够长寿 你说他们 一个是 远离世间 这个世俗的繁杂 心理 安靠 安定 再一个是 人家每天干嘛 练功 练 第三 咱们吃什么 大都是吃素 第四 生活规律 你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 所以说 你想求简便的方法 也有 也有 像什么丹 什么这些 但是你吃不好 你像那个皇帝吃死好几个 你练不好 那有的人 这个身体 他经受不起 他还是说 通过自己练 自己慢慢来 养 内担 才能够好 因为外担的话 他就是 在量力而行 不是什么 你想这个 投机取巧 走捷径 什么都 都是你能享受得了 那我老师讲过 这个刘伯温 就是死后 五百年修炼 人间五百年 然后又转世到台湾 他的老师 我们下几课讲 人到底该怎么养生 怎么治 你就会把我的 出来